国家恐怕还是有些疑虑 这个是个很大的很微妙的战略问题 你刚才说的这个中国加入北 是个很很有创意的想法 但是是不是能够在近期实现 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 好的 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下一位是来自湖南的电视观众 湖南电视观众王先生您好 请讲 我不知道每个这个处在发行中的每个公众 是不是有一点的就是 不是楼山真的那么 因为美国在上一届八年以前 这个选举 但是如果是选择了孤儿的话 那么美国今天的公众 美国这个生活经济情况 以及世界的格局恢复很好一些 共和党已经在四十年 从尼克松在69年上台 到现在十年代已经执政了 八年时间 那么现在的这个布施 确实他的业绩是受到广泛的质疑的 各的国家里拿去人的负担 加上美国目前所需的总的国际 这个中国环境 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俄罗斯 我觉得俄罗斯另外谈的问题 中国的这个以前的美国共和党 这个引导人呢都是说这个 美国对台湾的台湾的保持现象 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那么日本也在讲过 台湾是在台海是在最明显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就是假如台湾统一 对的两国是否还不好 并且说我们认为它是当这个仇嘛 从经济上 我认为民主党之身呢 他可能会给中国 施加一些这个压力 或者是非关系比例 但是这客观是对中国 目前正在发射的经济 比如说能源环保 我觉得可能我老公权 反而是一个好事 中国也需要权势和调整 中国国方面 我觉得可能选择 更有获利的这个奥巴马 对美国对世界要好 也没可能 毕竟是一个白头老公 他的老细胞和神经系统 毕竟是松小小 好的谢谢您王先生 谢谢您 接近下一位是来自四川的严先生 四川严先生您好 请讲 四川的严先生 江苏的陈先生 江苏陈先生您好 我们听到您了 请讲话 我想谈两个问题 一个是美中关系 然后再一个就是谈美国之音的 我觉得不管是奥巴马当选 还是麦凯恩当选的话 对中国的态度 都是采取合作的 不管说任何候选人 从那个小布什 克林顿到现在奥巴马 跟那个麦凯恩 他们当初在竞选的时候 都是都表示了对中国严厉的批评 可是一旦他们上台执政以后 他们就会采取对中国合作的态度 他们就会调整他们的态度 即使他们受到国内国际的舆论的批评 或者压力下 他们发表一些对中国的批评 那也只是陷于语言上的 口头上的 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行动 因为美中的关系 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里面的 由此看来 所谓的民主 人权 在国家利益的问题上 是很网络的 这样子就明摆地告诉北京政府 他们不管你是谁当选 发表什么对华激烈的批评 但是他们都知道 谁当选都要对中国政府 都要采取合作的态度 第一个谈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 我觉得作为一个 标榜的新闻公正的媒体的话 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 在这方面没有提出足够的批评 还有再一个是我经常收听 美国之音关于香港的新闻 他们称香港为香港 称大陆为中国 我觉得我不知道 是不是在转牛角尖 我觉得应该称香港 应该要称为中国香港 好的谢谢您 陈先生 我在这里也澄清一下 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都是如实的报道 我们不发表 我们美国之音的个人的 或者是美国之音 代表美国之音的评论 再有就是说到 香港和中国大陆 或者说中国内地之分 我们在报道 我们在报道香港的选情的时候 我们尽量都是会说 是香港和中国内地 或者中国大陆 那陈先生刚才提到的 就是还是以美中之间的 这个发展 还是以合作为主 这也是很多观察人士 他们提出来的 而且是观察到 美国的历届总统大选 在竞选过程当中 言辞比较激烈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承诺 但是在入主白宫之后 好像基本的这种 尤其是对华政策上 变数不大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这是一个规律了 从来选举都是这样 那选举的时候 他要面对的是选民 选民他没有进行 实际的政治操作 他有些基本的图景 就是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认知 对美国这个国家的利益的认知 他们所以说都涉及到 一些基本的道德问题 就是像人权问题而已 当然选民对 如果中国有这方面的 相当多的被披露的违反的话 是有这个批评的 所以竞选人必须要 和选民这方面 保持某种一致 但是到了执政了以后 上台以后 他有些很实际的 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 很实际的操作过程 包括经济利益的交叉 包括美中关系 这些巨大的中间的利益 但是有一个说法 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 所以说这个是个规律 所以竞选的时候的 所谓的那个意识形态 承诺一般来说 在执政的时候会削弱 或者会降低 这个是一般的规律 因为他这个实际操作 这政治的时候 这执政的时候 它是会有些 很实际的考量 这个没问题 但是有一个说法 我是特别要呈现 很多很多人都说 这个说法 就是说 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有的国家 西方国家 国家利益 这个远远高于 你那些什么人权 什么民主 什么制度形态 意识形态 这些东西 国家利益太大了 这些东西都是 非常的次摇的 非常顶的 我要讲的是 美国的国家利益 和人权 和它的基本意识形态 是有相当根本紧密的关系的 所以说 我们谈国家利益 不要以为 只是那个 英特务的 经济上的利益 有很重大的 美国的立国原则 如果坚持这个立国原则 对于美国的长远发展 对于美国的 国际环境的安定 对于美国的 和在世界上的盟友 对于美国这个 它的制度形态 在全世界 所引起的感召力 都是有长远的影响的 所以说 有远见的政治家 他一定不会放弃 这个意识形态 或者说人权 这些最基本的 立国原则 是因为 这个原则坚持了 虽然从有时候 暂时的 会损害一点点 经济上的利益 但是从长远看 对美国的经济也好 政治生存发展 对美国的国际环境也好 都会有非常重大的利益 您说到了 这个价值观的 这种坚持 原则上的坚持 我看到就是 奥巴马 他在谈到中国的时候 这是在 去年年底的时候 开始他竞选的 其中一次竞选大会上面 他谈到 就是说他认为应该开诚不公的 而且直接了当的和中国来探讨人权 政治宗教自由等涉及价值观的问题 而且他谈到就是说 中国我们不应该当成敌人 但是应该把中国看成是对手 而且特别是中国的很多价值观 是和美国的价值观相左相反的 在这种情况下 奥巴马认为 美国不应当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 牺牲美国自己的价值观 而且他说 他如果和中国人领导人打交道 会强有力的传达这方面的信息 这个说得很好 但是是不是能够做到 确实是对政治家是个巨大的考验 因为政治家执政 他有很多实际的利益 包括利益集团的游说 各个大企业的游说 等等 所以说一般来说 我刚才说过了 他刚才说的也是一个事实 就是说执政的时候会比他承诺的时候 要稍微退一点 软化一点 但是有些基本的原则 有些政治家还是坚持 你算里根总统 他虽然和中国打交道 也会做一些妥协或者什么 但是有些最根本的原则上 他是坚持的 最后证明对美国的国家利益 对整个西方世界利益 对于整个的中国人的利益 我觉得都是正面的